大家好 我是一夜 1月20号拜登正式成为了第46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也终于成为了前总统 这一天本该是美国举国欢庆的大日子 对内欢迎新一届政府的上台 对外展示其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而如今这一天却是在病毒游荡 大兵巡逻 门窗封锁 危机四伏的紧张气氛当中 小心翼翼地完成的 看着这一切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所以今天我也简单地和大家分享几点我的感受吧 首先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拜登的就职演讲了 那么在演讲当中拜登也不得不承认 在美国的历史当中很少有人遇到过更大的挑战 也很少有人遇到过像如今一样 如此充满挑战和困难的时代 拜登掏心掏肺地恳求美国人民放下分歧团结起来 团结这个概念呢我们比较熟悉啊 我们的集体主义观念比较强 从小就知道团结就是力量 而在美国呢大部分人都比较讲究所谓的自由啊个性啊 对于团结这个概念呢相对来说比较陌生 甚至比较抵触 而美国国内的分歧在特朗普四年的诱导之下呢 已经到达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经济移民税改医疗种族气候 美国人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有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到了拜登不得不请求美国人团结的地步 但是恳求美国人团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拜登高喊团结并不难 难的是落实 美国的媒体报道说 拜登在上任的第一天呢 就要一口气签署十多项行政令 彻底逆转特朗普政府的多项政策 那么这些行政令呢 包括美国要重新回到世卫组织巴黎协定 废除旅行禁令 停止修建边境墙 白日口罩挑战等等 那么这些事情呢 拜登当然应该要做 也算是对于上届政府的一个拨乱反正 但是我认为啊 拜登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就在于 如何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做到团结美国 比如说旅行禁令和修建边境墙吧 这些歧视性的政策呢 是绝对错误的 可就是因为这些政策 为特朗普带来了大量的支持者 反移民是川坟核心诉求之一 那么你拜登在撤销这些政策的时候 是团结了川坟吗 显然不是的 总的来说 拜登昨天的就职演讲啊 用词都相当的谨慎 据说呢 他也是亲力亲为 不断的在琢磨其中的措辞 自己修改稿子 改到了最后一刻 为的就是能够打动全体美国人民 但是我想说 如果拜登打着团结的旗号 但是在实际做法上 依然延续民主党的传统路线 那么这种团结 终究就是徒劳一场 那么说完拜登之后呢 我再来谈谈前总统特朗普啊 特朗普挥了挥手 终于走了 他在昨天的讲话当中 除了不忘再提中国病毒 攻击一把中国之外呢 其他的发言还算是中规中矩 不过还是有两句话 引起了大家的广泛注意 第一呢 就是在他走出白宫之后 他说我想要说再见 但希望这不是一个 long term goodbye 不是一个长期的再见 第二呢 是他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发表了告别演讲 当时他说 我们将以某种形式回归 当时呢 我是在看NBC的直播 NBC的主持人就评论说 这是特朗普作为 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天 但这会不会是他开启 2024年竞选的第一天呢 事实证明 特朗普在遭遇 二次弹劾的情况下 并没有非常高调的 立刻宣布要再竞选 但是他依然给自己 可能的回归留足了余地 那么特朗普是否会回归 当然要看二次弹劾的进展 看看美国未来会不会禁止 特朗普再次担任联邦公职 但是我觉得比较肯定的一点是 特朗普和特朗普家族 不会甘心就此消失在美国政坛 就算特朗普本人难以东山再起 他的女儿伊万卡 儿子小特朗普 都是野心勃勃的人物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特朗普重新回来这个某种形式 可能是他会成立一个全新的党派 以让他的支持者呢 继续团结在他的身边 有消息还称他打算称呼为 这个党叫做爱国党 那么福克斯新闻网呢 则认为如果特朗普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 这个政党呢 可能会像前些年 美国共和党内部的查党运动一样 特朗普会继续维护 保守派选民的价值观和利益 所以特朗普虽然是离开了白宫 但是他后续还会如何影响美国政治 又会如何影响拜登的团结计划呢 依然是一个看点 毕竟他也获得了7400万张选票 最后啊 我想说 1月20号这历史性的一天 终于翻过去了 过去的1462天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 是一场噩梦 那么未来的1462天 美国能不能从噩梦当中挣脱开来呢 这就要看美国的政策制度和造化了